中国经济进入4月份出现了一个失速的现象,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失速呢?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在疯狂的发债,去年中国发了多少债?20万亿,相当于中国财政总收入的70% 今年中国发债继续高速增长,根本停不了,发债的结果非常简单,银行系统里的钱跑到政府手里 政府拿到那些钱干什么?去搞基建吗?当然不是,发工资去了,一下子把经济中的血脉给抽干了 第二个,房地产投资再下跌,基建投资再下跌,中国是个投资拉动的经济体 这两块一跌,那投资基本上是在大跌,经济肯定是跟着往下掉 第三,银行出现了系统性的流动性危机,中国的流动性危机,它悄无声息的拖慢整个经济运行的速度 相当于把市场需求打折,如果折个5%,中国经济就是暴跌